谁的葬礼空前绝后 规格世间罕有 我特意到网上查了资料 想看看网络记忆的答案 但得到的回答 却是各种顶级明星 而今天要缅怀的这位老人 也是星 但却不是明星 他离开时无儿无女 两袖清风 甚至天都被他暗了下来 一月的天又阴又冷 可长安心的天 在南街上却挤满了人 向东望不到头 向西看不见尾 他没有子女和遗产 却有十里长街 百万群众挥类送别 没人指挥 更没人动员 人们都自发的顶风冒雪 送总理最后一程 这一生他鞠躬尽瘁 勤勤恳恳 年少时他曾立下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 年迈时他又自我评价 是人民的服务员 要为人民服务而死 他将这一辈子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而最后却连块墓地都舍不得占用 将骨灰全都融入于大海 生前他为中华复兴奋斗终身 死后他依然伴着河山 护祖国周全 联合国为他降半旗致哀 甚至一降就是七天 当时纽约市民不服 上门讨要说法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元首去世 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时任第四届联合国秘书长 瓦尔德海姆是这样回答的 中国地大物博 想要多少财宝没有 但他却没给自己留下一分 中国十亿人口 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但他却无一子嗣 如果哪国元首能做到任何一点 联合国同样能为他降半旗 这让上门的人哑口无言 新中国成立时 我们一穷二白 就连开国大典这么重要的日子 甚至足够的飞机都凑不出来 无奈之下 总理只能让十七架飞机 来回从天安门飞过 才能弥补国力不足的杠杠 如今 我们终于不用再飞第二遍了 人民空军战英列阵呼啸仓群 人民风队蛟龙出海 震撤山河 现代化的装备 技术 毕竟让我们有足够的自信 屹立在世界之间 今朝这太平盛世 正如您当年所思 欧国人民本法图强 可否种种将来先出 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变成初步繁荣 长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 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的现代唱歌 台湾的回归 总是有这么一天 古代夫 我是灵魂 你是少不别人吗 从未见过其尊容 却想其留下的苦 您虽无儿无女 但全中国的孩子 都是您的孩子 我说请封烧去安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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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